你起來了 走 起來 起來 你開門 你開門啊 我哭到就是 肢體上去敲門啊 然後腳去踢啊什麼的 我都忘記到我自己手會疼頭 然後哭完以後妝都花了 我到哭完以後我自己到隔壁房間 我還在抽搐 就是我還沒有哭完 然後導演會問你還要不要再哭一次 可是其實你已經知道你已經不能再哭了 可是你還會再去哭一次給他看 就是你再去把那個情緒再去提升上來 我覺得哭戲很痛苦 因為哭完以後全身都沒有力氣 我覺得比那種演十八個小時 或是熬夜兩天兩夜還要痛苦 因為哭完好累喔 全身都虛脫 因為你好像真的是 就是想到很傷心的事情再哭一樣 可是我覺得很痛苦 你在哭的時候其實那個是釋放壓力的時候 可是你還要記得走位 然後那個攝影師還偷偷跟你講 恩恩恩過來那邊 我就覺得你哭得真忘我的時候 還要注意那個鏡頭的時候 其實好像那個性質有被打斷 可是我想還是要這樣做到 所以你要記住台詞 要盡情的哭 然後要哭得很生動 哭得很入戲 然後還要哭到鏡頭可以看到你 還不會擋到別人 我覺得那個戲對我來講 我哭完以後我覺得 我覺得我好像重生了 就是又可以在演下面的戲 你會替芙蓉感覺到難過 就是說她那麼愛媽媽 可是她卻只能用這個方式去面對媽媽 然後又必須偽裝得好像什麼都不在乎 生活中只有看錄影帶著吃東西而已 那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然後你會疼惜芙蓉這個角色 我非常討厭她 好像演過每一部電影我都看過 我想知道她是誰 她是誰 她是誰 那場戲我看明君哭 我覺得好捨不得 因為她哭 我覺得她哭真的是 我相當佩服的是 她哭起來很漂亮 像我哭一定要這樣 很醜才會很 就是才哭得出來 可是她只要這樣就哭出來了 其實我覺得在那邊看到明君的表現 我相當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她就是很棒 在那場戲的部分 我覺得是我自己的感動 加上戲裡的感動 全部結合在一起 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我第一天拍戲的第一場戲 導演就叫我哭 我天哪 我完全不認識這個導演 我跟她又不熟 而且對手戲是一個日本人 我的天哪 正野 然後她要抱一個嬰兒 她要抱又要演 然後我跟她是第一場戲 然後我是年輕的戲 我不是穿婆婆的衣服 然後我要演這場戲是 我要去把小孩帶回來 因為老爺派我去把小孩帶回來 然後她不肯 她告訴我 她的所有這些話的時候 我要哭 這很難耶 因為是第一天還沒有醞釀這個劇情 還沒有那個 所以我就跟導演講說 導演可不可以在旁邊 念一段台詞 就是說讓我完全進入狀況 然後我那一天我就要想說 天啊 我女兒馬上就要生了 然後現在伊拉克在打仗 然後她要生小孩 然後我在拍戲 我又不能去 我就哭了稀哩花啦 那個演內就是這樣子 很自然就哭了 那一場戲我覺得 演的時候我都覺得說 哇 那個感覺就來了你知道嗎 你看第一天一場戲要演到哭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是跟一個陌生的演員 好 OK OK 謝謝 還有一場 那個這一場戲是 百合她已經就是說很壓抑 然後又受傷 然後又拿拐杖 然後她又聲音出不來 不能講話 那時候很壓抑 就是不能說話 那我剛好在廚房裡面 要拿盤子從上面摔下來 那我的腰本來就有問題 整個人摔下來在玻璃裡面 那百合為了要救我 那個整個人這樣過來 看到我那樣要趴在那邊 然後她就被那個玻璃刺到 那她喊不出來 然後又要救我 我又爬不起來 所以我們兩個都哭了 因為我看她手整個都是血受傷 我要抱她 那場戲是高難度 而且你所有的內心的感覺都要出來 所以我們兩個是抱頭痛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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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 快樂 怎麼辦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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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你在想怎麼會流血 我在這裡中心不小心跌倒 快樂又要扶我 快樂 快樂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 你說話 我又不能抱手 放手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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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都沒有進去看那個 現場那個情形 我就進去 正式來的時候 我一進去看 我記得我一進去看 我是傻眼 因為我一直覺得 那些東西都是真的 不知道要流血 因為婆婆哭得很慘 然後白兒哭得很慘 那個感動是 我是就是 真的發自內心 要去關心她 我覺得那個戲 讓我自己演到 我雞皮跟她都起來 我會覺得那個 那個東西 對一個演員來講 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常威之戀的拍攝期長達八個月 其中最經典最功誠浩大的 就是緊抱著死去的琴在雪地裡的那場戲 播出時間只有短短的四分鐘 卻花了十幾個小時才拍攝完成 雪景那場戲真的相當難拍 難拍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求的工程相當的大 拍攝當天下午 導演和燈光組先來到了 陽明山竹子湖林地 租用吊車 自高達十幾層樓高的地方 四處眺望 尋找適合架設燈光的地點 為了晚上的拍攝工作 先進行準備 除了四台造雪機之外 還準備了數十包的大鹽巴 總共耗費了將近四十萬台幣 這是為了呈現出這一場 逼真又唯美的雪景 由於劇情的需要 智偉必須抱著Selina在林中奔走 但是因為智偉的腳傷復發 為了減輕她的負擔 導演決定將智偉和Selina綁在一起 你現在手放中 手放中 那個 手背的鼻孔 沒有 沒有 就直接鼻孔的洞口 用指甲搓了一下 什麼東西啊 很癢是不是 喔 可以用啊 你可以脫啊 可以脫啊 那你為什麼不早講 你還脫啊 不知道啊 我會癢 你幹嘛 死一世 死神 死一世 不會啊 其實你抱起來看不到的 太黏了 感覺 很像 你卡到我的個不大 哈哈 現在整個 像卡到我的口大 你真的難過 我要一直摸...摸到三秒 大臟也過來 但是在经过了十二次的试跑下来 只为发现NG后还要抱着Celina回到起点 更是消耗体力 所以就决定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拍完全程 我想工作人员蛮多人应该会蛮恨我 就说 你就镜头紧一点好不好 你就拍小一点好不好 拍特写好不好 那是不是都能够让所有的东西 不要那么的辛苦跟复杂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真正聪明的观众不是傻子 你用骗的骗我 还是你真的认真在做这个东西 看得出来 所以我要求那个 志伟要跑那一段路是 真的很长一段路 而且那个坡也是真的一个斜坡 然后反复拍了好几次 然后跑了好几次 然后跑只是前半夜的那种很辛苦的部分 到下半夜的时候是 大概两个多小时 三个小时是Celina躺在志伟的脚上 是一动也不动的 然后志伟还必须很难过的 然后她脚又受伤 那那个体力的负荷 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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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